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整个咱的安管里边最核心的考点 就是有关于风险和安全事故 他们两个的判定和处置 好我们首先来去看风险 风险的话第一个你要去明确的就是风险的分类 风险的分类考过选择题 一二三四五人员经济工期啊工期环境和社会 这一会儿你要学会的是判定准确的去拿下它 因为其实这些你越理解起来简单的 在考试过程中很可能你就拿不准 所以咱们给到的是什么 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浪费金钱 如果你说你听我的课觉得没有意义 你会这么说吗 会说吗 浪费时间 我希望每个人都别这么说我 浪费时间就是工期养务 浪费生命就是人员伤亡 浪费金钱就是咱们所提到的经济损失 能搞定吗 一二三两个影响社会和环境 所以简单的两分你是准确拿下的 好这个就是它的类型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涉及到叫做风险的评估 风险的评估主要从两个角度来入手 一个是发生的可能性 也就是咱们常说到的概率 一个呢就是损失的严重性 一个是可能性 一个是严重性 那么无论是咱们从可能性来进行分类的时候 我们也给它分了五个等级 它叫一二三四五 从它的损失这个严重性来分的话 我们也是五个 它叫ABCDE 所以你能去判定一二三四五 ABCDE所对应的都是五就行了 只不过咱们在准确表达的时候 有相应的一个区分 好那你看可能性从不可能 可能性极小 偶尔有可能经常简单描述就行 这个呢咱也是比较好理解 那么重点要跟大家说到的 就是损失严重性 损失严重性对于A级的话 就是轻微的 稍微有那么一丢丢 所以它不涉及人身伤亡之类的 那么对于BCDE 你要注意 它会和你所认知到的 咱们提到的那个人身伤亡 直接进去损失挂钩了 较大严重很严重灾难性的 那么在你的课本上 可能写的什么 三到九人 十到二十九人 你就按照我这个手就行了 因为咱们三十人以上 都是包括大于等于三十的是吧 你小于三十大于等于三十 包括本数人的 所以你的二十九跟这个表是一样的 以我为准 好吧 好 这个就是咱们所提到的第二次出现了 第二次出现 针对的是风险评估的严重性 分别对应的是BCDE 分别对应的是BCDE 三人以下 一千万以下的叫B级 然后三到十C级 十到三十D级 三十人以上一级 这就是死亡 这是死亡 这个呢 使世界经济损失 一千万五千万和一亿 你知道第二次出现 分别对应的是BCDE 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次 能做判定就行 好 这是风险的类型 考过了 风险的评估 一次没考过 一加二减都一样 所以在这儿 你有印象 拿下相关的一分即可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 风险的处置方法 这一块啊 在二减考的频次比较高 已经考了三年了 一件一次没考过 所以咱要注意 那么对于处置方法 你要选择的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给到的是 积极可行的 还有经济的 那么它的方法有多个 我们要针对于 不同的风险类型 我们找出最适宜的方法 好 我来看一下啊 如果是损失大概率大的话 你用到的是风险的规避 我们直接在前期 把它给规避掉 如果是损失小概率大的话 它是比较快的 那么你要进行相应的缓解处理 降低 对吧 好 来继续 如果是损失大概率小 那么这个损失比较大 然后呢 你进行风险的转移就可以 那么转移 我们通常涉及到的叫做保险啊 虽然它不是唯一的 但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做这个保险 作为它转移的一种措施 好 如果是损失小概率又小的话 要进行的就是风险的资料啊 那么对于有利于目标的实现的呢 我们就风险利用就行了 所以五种处置方法 咱们对应的风险排名 或者说风险类型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考试的过程之中 它最易去考的你就是选择题 给一种风险的描述 让你去选出来对应的处置方法 大大进行的是什么 前期的主动把它给规避了 后边最易混淆的是他们俩 这自留都晓得自留呗 有利于实现的就风险利用吧 最易混淆的是他们俩 那么我们怎么去掌握 我来告诉你啊 他们两个咱们怎么去掌握 看概率比较大的时候 就代表是快 你让它慢下来就行 所以叫做缓解 区分开了吧 那剩下的损失的 概率小的呢 转移 OK这个就是选择掌握了 那个两个易混淆的 第二个 它可能会去考你简答 考你简答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种风险的描述 让你去判定 这个风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对应的处置方法是谁 比如说 人身伤亡 人身伤亡 一般就是损失大概率小的 那你应对的叫风险转移 我们也会做简答题即可 这就是风险的处置方法 风险里边重点掌握类型和处置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去进入到的是咱的安全事故 安全事故你要写预案的 那么这个预案呢 根据它不同编制的主体 那么咱们说不同责任的主体 它有五个层次 从咱的大国家的叫做国家的总体预案 到咱们所提到的专项的 再到部门 部门就是水利部 这样的还有地方 哪个地方 以及企事业的单位应急预案 五个层次 再强调一下 这五个层次的盘序 是从国家到专项到部门 再到咱们所提到的地方 再到咱的企事业 好 那么咱们水利部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属于什么 那么这告诉你了 水利部 当然叫做部门预案了 这样的一个单选题 安全里边 为什么会占到六分 就是这种类似的常识性的单选题 我们还是要去明确的 好 这是咱的部门预案 叫水利部的应急预案 叫做部门预案 明确这个点就行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到 它整个应急预案里边 所提到的考点 我们给到了第一个 就是应急管理的工作原则 就是以下的内容 都在根据这个水利部 水利部的应急预案 这个法来的 所以下边都跟他来的 所以第一个 你就是涉及到的应急管理工作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 一二三四五条 一八年的选择提考了 难倒了一大片人 幸亏他考了一个单选题 叫什么 以人为本 安全第一 你不叫安全吗 所以安全第一 以人为本 属地为主 部门协调 在哪以哪为主 分工负责 协同应对 你干啥 你就分工负责 明确 第四个 专业指导技术支撑 第五个 预方为主 屏占结合 这就是咱们所涉及到的 整个的原则 那么整个原则 给到你 你好理解 都好理解 判定 怎么判定 记忆咋记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上来 咱的记忆要点 首先要去看这个人 叫什么 这个人在干嘛呀 搬砖 在哪搬砖呢 在工地上搬砖 你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不想成为 所以预防成为工地搬砖人 咱得考一件 考一件 做项目经理 去指挥去 说预防成为工地搬砖人 跟我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我来跟你说 预防 预防为主 平占结合 对吧 好 成为没问题啊 工 就是咱们的 分工负责 协同应对 第一 属地为主 部门协调 好 继续啊 专 专业指导 技术支撑 人 以人为本 安全第一 那你说这样的选择题 你还能不会吗 你心心念念的 考见到师 为了啥呀 就是为了预防成为工地 完砖人 那么我们就搞定它了 那你就拿分就行了 好 这个就是啊 理解简单 记忆要有技巧 你才能搞定这些 这是它的整体的工作原则 接下来去进入到的事故分级 这个事故分级很简单了 我给大家去强调几个细节 好吧 第一个啊 在水利之中的这个案例题 会怎么考你 考你一个简答 让你去指出生产安全事故 分为哪几个级 至此时 你在答题的过程之中 它们是一个字 不能多 不能少的 给我答出来 它叫做特别重大事故 重大事故 较大事故 和一般事故 四个等级 别给我加安全 别给我加生产 它就叫一般事故 你就写一般事故 明白 否 简单哈 两份 想不想稳稳的拿在手里 就得这样打 别多字里边少字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接下来 还有就是判定嘛 给你相应的死亡人数 或直接经济损失 让你判定属于哪些 三人 十人 三十人 一千万 五千万一亿 那么在这还有个众生 提到了三到十人 十到五十人 五十人到一百人 你简单了解 咱应该 仍然是 包括本事的 也就是说 大于等于三 小于十人的时候 是较大 就明确这个要点就行 好 所以在这个判定这 咱就不多说了 你要重点 理解一下点就行了 细节要注意 那么在整个事故信息 除了咱的安全事故以外 还包括一个什么 较大涉嫌事故 是吧 在前边的事故信息里边 我们提到了它的归类 那么较大涉嫌事故 在这会出一个选择题 让你判断一下 下列描述 哪些属于较大涉嫌事故呀 涉嫌十人以上 造成三人以上的被困 活下了不明 紧急疏散五百人 后边就是危急重要场所的事故 那危急重要场所 不会考你 考你就考你这些数字 前边三人十人三十人 因为公共课一直强调 所以我刚会了 那我这不会 来我告诉你啊 你刚才不会我说 三人十人三十人吗 好 死亡 三人到十人之间的 咱叫什么事故 叫较大事故 对吧 叫较大事故 来 那这个叫什么 较大涉嫌事故 多了俩字呗 所以他也离不开三人和十人 较大事件事故 三人十人 还有一个五百人就行了 三人被困 十人设限 什么 设限十人 五百 紧急疏散 所以你记住前边了 较大事件事故 没让你去多集一个数字 三到十人死亡嘛 三人被困 十人设限 五百紧急疏散 这就叫较大事件事故 你也是从他这些字面意思上 给我找提示 偷懒似的 真正的把它学起来 学偷懒就行了 好 考你选择嘛 找这些数字就行了 好 这个呢 就是关于事故的判定 那么出现了事故 今天来 咱们就要针对事故 进行上报和处置了 那么就来到了事故的报告 事故的报告 其实前面在整个处置规则呢 咱也提到了 在这个应急预案这 咱也涉及了 它的报告有快报和书面报告 对吧 那么快报要报的时候 我们挑着那些关键的去报 所以在这准确的去给到 你比较详细的这个快报内容 都包括什么 包括事故发生单位的一些信息 包括本事故 它的一些信息 对吧 还有第三个可有可无的 叫做现场图片 所以又是分为了三方面 你可以去发现 咱们的一些简单类的 大部分都是从三方面来入手的 好 来 有学员就说了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内容 和前面那个进行处置规则呢 跟它进行结合 我们会发现基本上是很像的 所以提到快报内容 你打哪个都行 但是我建议我们学员打这个全的啊 说单位 单位的名称地址负责人联系方式 事故本身的时间地点 造成的人员伤亡 失联失联的人数以及损失 还有可视情况 配现场图片啊 这个简单题是比较全方位的 那你按照前面那个快报 你OK 都行 快报的内容基本上是相通的 怎么打都行 这个大家注意啊 这是快报它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到第四个 就是报告的实现 对于报告实现的话 我再强调一下哈 这个报告实现 我们依据的那个法叫什么 水利部的应急预案啊 水利部的应急预案 跟你的处置规则不一样 处置规则在大方向上的 我们都涉及到水行政主管部门 你涉及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哪个小部门吗 没有 但是真正的来到水利部 它的应急预案的时候 我们在上报的实现 我们就要区分了 来报告 那报告的时候 你要去区分 它是重大还是特别重大 在这写成特大 最核心的表达叫特别重大 谁给我写成特大 我就不开心 你就拿不到分 特别重大事物 太强调了 好 那么它在上报的时候 是各单位20分钟到水利部 水利部30分钟到国务院总值办事 这上边比较快的 叫做快报 那么下边呢 40分钟一小时呢 就是普通报告 所以在它的基础上 乘一个二就行了 那这是据化了相关的 据化了相关的部门了 好 这是重大和特别重大事物 在报告的时候 那么对于你重点掌握的 是下面这个 较大和有人缘死亡的 一般事故 在报告的时候 各单位一小时到安全监督司 这是快报 普通报告两小时 安全监督司是水利部下属的一个司 安全监督司专不管安全的 好 OK 掌握它就行 那怎么考你 就是根据相关的水利部的应急预案 我们让你去指出 先给你一个现象 让你判定出来是较大还是一般 然后让你去指出 它快报的时候的实现是谁 快报一小时 普通两小时 掌握它就行 那和前边咱的应急预案 这不是时间并不冲突吗 一小时两小时吗 哎掌握它啊 普通是两小时 一直是一样的 考你个时间点 管他考谁 你就选他就行了 一小时 两小时 明确啊 好 这是报告 那么有了报告 你不得反馈吗 那反馈就针对他就行了 他反馈就一对一 这就不设计了 那么反馈就反着来 国务院总值班是30分钟 水利部水利部20分钟到各单位 国务院一小时到水利部 水利部40分钟到各单位 下面是普通 上面是快报 简单明确的点 所以在整个上报实现里边 重点去掌握的 就是较大和有人缘死亡的 一般事故 它的上报实现 你重点掌握它 就可以 好 那么上报说完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到了第五个 叫应急响应 应急响应 今年跟大家去讲 主要是因为疫情这一块 所以你要重点去掌握 整个水利 它的应急响应呢 咱是分为了三个等级 三个等级的这个三 考一个选择 对吧 还可以让你去指出 对应的这三个等级 分别是谁 一级 二级 和三级 那么这一级和二级和三级 跟什么挂钩 和你的事故类型挂钩 一级 我们对应的叫 特别重大事故 二级 是重大事故 三级 是较大事故 对于一般的话 不设应 急响应 明白 好 所以在这儿 那么考试的过程之中 最一考的就是它 让你去判定出来 它是较大 然后呢 让你去指出 它的上部实现 再让你去指出 对应的应急响应 是几级 那么三级 明白这个点吗 好 那么因为这个应急响应 跟咱们是很细细挂钩的 所以你要明确这个点就行 那么对于整个应急响应的流程的话 我希望你去关注到的是 第一条和第十条 有响应 就有中指 二一时 剩下的成立指挥部 什么去部署 到现场 然后跟踪 调配资源 发布信息 配合 还有其他的 你去了解 重点掌握一和十 有开启 就有中指 就行了 这就是应急响应 重点掌握上边 了解它的流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个 叫保障措施 所有的措施 所有的措施与方法都可以出现在哪里 案例题 案例的纯简答题 关键它还考了 所以你要注意 而且是和十一四年考的 再反过来去考你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包括了这四种保障措施 叫做信息与通信的保障 那么因为咱们要去上报 这个人员死亡 上报你得用信息应对通信吧 所以人力资源啊 我们有上报的人 有维持管理的人 好 人力资源 应急经费的保障 出现了事故 离不开的都是钱 所以钱 应急经费 在这一块物资与装备的保障 你出现事故了 你都得有事故需要的这些物资装备吧 所以在这提到了 所以你如果是真正 从一个事故的角度来说 这四个保障措施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理解好理解呀 管理都好理解 那你做题的时候 简答的时候 怎么简答出来呀 来跟你啊 这个好多字你记不住 物是人非你听说过吧 我们不特别爱说物是人非吗 那么如果让普通话不标准的人 说物是人非 他们很可能说到的什么 物系人非是不是啊 来 所以是物系人非 人非 这四个字你知道 这个是就是物系 系系就是信 对吧 物系人非 好 物就是物资与装备的保障 信信息与通信的保障 人 人的资源保障 费 应急经费保障 理解了它 咱再去记忆 拿分就可以 好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提到的安全事故 这一块的相关内容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去看考察清单 那么考察清单里边 包括了这五条 第一条 让你去指出风险的五类 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浪费金钱 两个影响 浪费时间对应的是公寄洋物 给抽你来 浪费生命对应的是咱的人员伤亡 浪费金钱 经济损失 两个影响社会和环境 没问题了 好 来 相应的两分 来继续 说风险处置的措施 我们给到有规避 环节 转移 还有咱所提到的 自留和利用 另的点 你得掌握 来第三个 它的分等表 或者叫分类表 安全事故的分类表 再强调一下 简单题 一般事故 小大事故 重大事故 特别重大事故 这样答案 三人 十人 三十人 一千万 五千万 一亿 好 来看第四个 让你去指出事故 信息快报的内容 包括了三方面 先是事故发生单位的简介 事故本身的简介 以及现场的照片 或图片等等 这样打得OK 三方面 来看 第五个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保证措施 四个 物系人非 要明确定了点 好 整个考的新单 说完 接来 咱去进入到题目 第一道题 就是考的你风险处置方法 我们给到的个风险 叫损失小 概率大 概率大代表的是快 所以你用到的是 慢下来 叫缓解 选币 对吧 那么规避是什么 大大 好 那么转移呢 是损失大概率小 自留呢 是小小 所以这道题就是选币 简单 理解它 咱一点都没问题 尤其是那个混淆项 给出你最核心的 这个区分的特点 你就能掌握了 好 接下来 咱继续来到18年 一般人这道题考到的是应急管理的工作原则 不包括谁 预防成为工地搬砖人 预防为主 这儿有 对吧 好 咱们再说几 工 工就是咱的分工负责 在这儿有吗 没有 好 那么地呢 就是属地为主 好 那么这儿也没有 那么还有咱的专 就是专业指导 那人呢 就是以人为问 好 专业指导 以人为问 没有谁呀 没有A 综合管制 所以这道题选出来 A就能选出来了 如果是一个多选题 你可得把那个 预防成为工地搬砖人 给它一一整好了 好吧 这是选择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案例题 那么这道案例题考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背景资料里边 给出来 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如下事件 家庭安全生产 对它的三类人员进行了考核 三类人员 要明确都有谁啊 好 那么项目法人组织制定了相关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落实了它的应急保证措施 这是事件一 事件二 桥头部混凝土施工过程中 两名工作人员 从脚手架的斜道上搬运钢管时 不小心触碰了斜道外侧的架空线路 斜道外侧 斜道这一侧 沿近有架空线路 你的布置就有问题 所以就导致了后边的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 因此安全那个技术部分 就技术部分里外的安全那一块 就和它挂钩 那你能找出来吧 好 不特之处你能找出来了啊 来看具体的问题 第一个 事件一中应急保证措施分为哪几类 物吸人非吗 来看事件一 应急保证措施属于的物吸人非 物物资予装备 对吧 吸引信息予通信 啊 那么人就是咱的人力资源 费应急经费保证 四个答出来就行了 这是第一问啊 来第二问 水利工程生产安全事故 共分为几类 那你把那个几类写上 你直接写四吗 不对 把四类具体是什么给它写上 好 事故中的事件中的事故属于哪一类 造成了一人死亡 一人终生 效于三人的 所以它叫一般事故啊 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给分 啊 所以在这儿 简答题和它具体的一个判定题 好 我们来看参考答案 第一问物吸人非 没问题 第二问再强调一下 必须这样答 你可以先答一般 顺序上没有要求 但是一个字不能多 不能少啊 那么死亡 一人死亡 一人重伤属于一般事故 好 这个呢 就是风险的判定 与事故的判定 学起来简单 怎么拿分 细节决定成败 要注意